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谈金兰丹 今天如果我们谈西马尼 贫穷最穷的州 到今天还是金兰丹 失业率最高也是金兰丹 吸引外资最低的也是金兰丹 而虽然他不断的强调回教的价值观和回教的教义 但是金兰丹的吸毒者 艾滋病跟离分率也是最高的 这个我有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金兰丹是回教党执政二十多年 一半的金兰丹的人口没有自来水 我想你们很多都不知道 一半可以到今天 虽然中央政府给予一个援助金 无语的反向 铁吉兰丹的中政府 到今天这个水 他们还是不能够 功力不能提升 所以如果自来水都不可以解决 来领党中央不是要带我们去而来